大家好 我是Panda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又好吃又傳統的美食 南乳花生燜豬手 首先我們需要新鮮切好的豬手1000g 在英國這邊的中超就可以買得到 現在我們開始處理豬手 先把豬手放進焗盤裡面清洗幾次 這樣可以幫助去除一些血水 把洗好的豬手放進加鹽的清水裡面 將豬手泡20分鐘 泡好之後撈出來晾乾水分備用 下一步準備其他材料 準備花生適量 將它泡水10分鐘 泡完水的花生 將它放進鍋裡加清水 再煮滾 放進花生煮30分鐘 確保花生已經泡完 以及色素已經去掉了 接著就撈出來備用 準備生薑一塊 切成薑片備用 準備蔥一條 切成蔥段備用 下一步準備香料 加入八角三粒 加入六片香鹽 加入桂皮三黑 以及準備一些南乳備用 下一步我們就準備製作 將豬手加入清水 再加料酒 加醋 豬手就一定要冷水落鑊 冷水落鑊之後就灑水15分鐘 灑水15分鐘之後 拿出來 將它用凍水沖一沖 表面頭的泡沫 把豬手洗乾淨 豬手上的豬毛用鉗夾走 然後晾乾水 之後我們將鑊燒鹽 加大約鹽巴黑的油 等油溫大約四成鹽 加入切好的薑 蔥 和大約兩塊南乳 用小火翻炒三分鐘左右 這一步記住一定要用小火 不可以用大火 不然香料就可以用炒焦了 產生苦味 加入料酒繼續翻炒 將香料炒香之後 將出了水的豬手 和洗乾淨的豬手 放在焗鍋裡面 然後用鑊鏟均勻地翻炒兩分鐘 這一步的目的是 將多餘的水分炒乾 將豬手的肉收緊 炒香之後 加入南乳汁 加入香料 加入煮很多花生 然後翻炒至光環 炒完之後 加入可以抹過豬手的清水 最後加入蠔油 然後蓋上蓋子 小火燜30分鐘 30分鐘之後關火 記住要關火 不要開火 焗它10分鐘 然後打開蓋子 加入一瓶鹽 一瓶糖 一瓶生抽 一瓶老抽 再加一瓶蠔油 然後蓋上蓋子 開小火燜15分鐘 15分鐘之後 不要開蓋子 關火 焗它10分鐘 一道口味味有軟落的 南乳花生豬手 那就剩好了 做這道菜可能需要耐性 但每一口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喜歡這道菜 記得點贊關注唷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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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